可以嗎 因為那女生不喜歡她 沒有別的理由了嗎 對不對 要看個性吧 好啦 我覺得算送汽球或是花 都是比較浪漫不實際 可是少小我覺得你送的東西很實際 還被打槍啊 之前我追一個女生 那我看她的FB 因為我那時候還讀大學 那她的辦公室在我大學附近 那我就看她的FB她寫 好想喝今天什麼星巴克什麼 巧克力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 好啊 這個是我的機會 她就會心動 然後我就立刻去買 然後到她的辦公室那邊 然後我就問那邊的員工 因為某某小姐她在哪裡 在那邊 然後她就在看 外國人 對 你覺得帥 然後我聽別人說 嘿 嘿 嘿 帥 外國人好帥喔 然後我就到她的那個位子 說嘿 哈囉 你想喝這個是不是給你 她就 好 好浪漫耶 謝謝喔 謝謝 有點尷尬 對啊 然後我說 那 沙漫加油 可能外地人在聊天 這樣子 我就走了 然後我出門的時候 我就聽到 啊 我怎麼外國人好帥喔 帥個送東西給你好棒喔 然後她就 但是後來也失敗了 為什麼失敗 我不知道 為什麼 她就是不喜歡我啊 沒有 為什麼 就是 我覺得是真的不喜歡你 真的不喜歡你 你們沒有別的理由了吧 沒有 而且我嘴巴跟想說 故事只是要讓我們告訴她說 大家看到她說外國好帥 沒有 而且我的想法是 如果女生不喜歡你 你不管多浪漫 她還是 不會喜歡你 沒辦法 對 還是你送過去的時候 她那邊已經有200多飛行 她是在賣的是 我有一個高中朋友也是 就是 就那種像電影裡面出來的那種 因為她是玩樂團 然後她花很多時間去寫一首歌 給她的女朋友 然後在表演的時候 就是唱這首歌 然後就是一直在看著那個女生 然後那個女生跟她的同學在下面 然後 她已經追這個女生蠻久了 所以那個女生一直知道 那到歌快結束的時候 然後那個男生就是想要把這個女生拉上來 然後那個女生就摔手 然後就走出去 為什麼 為你寫了一首歌在台上演唱 想拉你上來一起合唱 對啊 你還不懂嗎 那首歌一定太難聽 可能很難聽 這首歌很難聽 Rock 她是唱情歌嗎 沒有 她是唱情歌 可是她的歌詞是蠻深的 或者歌詞寫得不好 可能是分開的結果 類似這樣的歌 不要唱情歌 好久才聽到這首歌 可是就算歌詞寫得不好 你們女生不會被感動嗎 小鐘 為了你寫一首歌 等一下小鐘 你剛剛居然敢在杜力的面前唱歌 杜力 她很厲害嗎 她很厲害耶 對 分開的結果 我很疼 從此讓心不再自由 淚乾了以後醒來 還是隱隱作痛 你還敢唱嗎 你唱歌 來來 杜力來一首 杜力來一首 隨便 你清唱就好 你不用音樂 你不用音樂 你的回音也不要開那麼大 真的喔 對 有愛那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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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那首 這樣子 可以嗎 對 對 你倆家的杜力 沒有 如果這兩張唱片 你會買哪一張 哪一張啊 你們會選 等一下 會選 會選杜力的舉手 李愛琪 好 我兩張都買好不好 小鐘哥我買了 我回家download他的 回家聽他的 我跟你講 我的歌喉沒有他好 我承認 但是他 鐘哥 你是誠意的 就油腔滑掉了是不是 唱歌太油 你這樣選台灣人都是這樣 你是真心誠意的對 有什麼太多技巧 我們只有情感 對 真心 對 我自己覺得有時候女生 真的非常非常奇怪 因為我自己也是唱歌 有一次在夜店 我在那邊唱歌 剛好那一天我跟我女朋友 吵架 然後我已經跟她道歉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到現場 我就是要唱一個 很浪漫的一首歌 就是我們曾經過在我家聽 然後就慢慢介紹這首歌的意思 然後就我們在那邊唱 然後我唱這首歌之前 我就先講一些話 就是說我們現場可能有很多 很多愛情的人啊 或是有什麼故事 然後如果你之前有抄架 或是什麼你可以講這首歌 然後我女朋友在現場他都在聽 然後我就去每一座啊 這裡坐 然後就唱一小段 這是正常對不對 然後看著他們牽著手什麼什麼都很開心 然後最後我就是到我女朋友面前 就唱了一句而已 然後這樣子之後走回去 我覺得他應該會很開心吧 我覺得 啊我已經付出了那麼多 而且我已經道歉了什麼 什麼都講好了 但是回家的時候我就被罵 他說 你之後你不要再這樣子 我覺得非常丟臉 但是我覺得現場人都不知道我們在一起 你為什麼會覺得很丟臉 他都覺得 因為其他人都是旁邊就有男生啊 我這邊只有我 那我就覺得 我這個我完全聽不到 這歌不是他自己做的囉 他已經唱別人的歌囉 對啊 那這樣問題是什麼 就你女朋友想太多了啦 真的 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他不是因為他不喜歡你嗎 不是 對 也許是這樣 這之前在一起一陣子了嘛 對啊 我們那時候在一起唱 不是 可是他說是你們前一個晚上吵完假嗎 對啊 所以就是還沒和好 那女的還在生氣啊 但還沒有原諒你啊 對啊 但是我已經跟他道歉啊 那為什麼你們兩人 道歉他就一定要接受嗎 一定要 不然道歉要幹嘛 我覺得是方法不對 對啊 你有沒有送他禮物 覺得男生有用禮物來製造浪漫 說不定女生會喜歡 但也有可能是個困擾 是嗎 是不是困擾 來 小公主 我收過 我收過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大家都喜歡名錶啊 對 可是我說過一隻 老歷史 很好啊 不是 可是那個是就是 因為老歷史 就是以前伯伯他們帶的啊 那種啊 哪有現在老歷史名錶 現在土豪金多流行啊 他不是那有綠水母那種 還是他拿爸爸的送給你 他拿爺爺的 是吧 全金的那一種 對 對 就是很 你看起來就是很 很貴重那種 可是國外不是常常有說 喔 這個錶是我爸爸或是我爺爺留給我 對 傳家寶也是 對 他是去買的 是我剛剛去買的 這樣子 對 那種東西我也不會帶啊 那聽起來 你交往對象應該是個土豪吧 對啊 不是 他是那個 還沒有交往 那是他在追求我就是 沒有交往就送老歷史 沒有交往就送老歷史 對 所以這樣我很害怕啊 啊 就是然後 我又不喜歡 那我又不會帶 我就 小鐘哥 小鐘哥 對 如果你喜歡一個女生 你還沒有跟他交往 你會送到勞力士嗎 拜託交往都算 送寶溫杯而已 有可能 怎麼辦 一句話 被打慘了 我覺得 嗯 我不會耶 不可能 因為我覺得那種會給女生 第一 印象會很不好 沒有到那麼熟 你送那麼名貴的東西 真的 真的印象很不好 那你覺得那個男生的心態是什麼呢 那個 想玩玩吧 對 一般會先用這種方式去把女生的男生 幾乎都是 都是想玩玩 就是殺錢啊 對啊 少小會覺得是 我覺得那個男生太有錢 然後他也不知道怎麼花 他就 但是他會覺得他喜歡你 如果他只是玩玩 他幹嘛花那麼多錢 我覺得他滿真誠的 但是就是 就像那個少俠講 他真的太有錢 然後他覺得說 這個禮物對他來講是 小PACE這樣 對他來講沒事 對他這樣 我覺得是女生不喜歡他 如果你女生喜歡他的話 他用原子筆在你手上畫一個手錶 你都會很高興 對 反而覺得浪漫 會不會他反而在你手上畫手錶 你比較開心一點 誰會開心啊 沒有 我覺得他不敢收有一個很大原因 他會怕說收了之後 要跟他幹嘛 因為這麼貴重的東西啊 手錶我覺得很好好不好 我有收過那種吸塵器 很好啊 現在幹嘛 這會是什麼樣的暗示 蠻特別喔 太實用了吧 太實用了吧